嗨各位 前幾天的星光聯賽啊 我在私下打的時候有順手錄了機場畫面起來 雖然說這季的星光聯賽已經結算了 但因為地圖啊 官方是已經刷新過的關係 所以大致上還是可以用這些畫面來跟各位一起看一下 旋角跟打起來的狀況 現在看到的畫面啊 是我用小號去打聯賽的回放 雙方的排位大概是神三到傳奇左右的檔次 地圖的部分因為剛好都是綠印球場的關係 所以這部片我也會圍繞在這張圖去跟各位說一下我個人的理解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一下BANPICK的部分 那因為這場我是P3的關係 所以我是要負責BAN角色的那一位 那剛好我們這一組又是候選 也就是說我會是最後一位選角的玩家 這邊可以跟各位說一下喔 在聯賽方面 通常在某一些地圖和模式裡面 第一個選角的人跟最後一位選角的人 會是左右那場比賽很大的一個關鍵因素 以我這把回放來看啊 因為是綠印球場的關係 我在這張圖通常會習慣BAN掉法蘭克這隻角色 原因很簡單 因為法蘭克在目前的版本 是屬於一隻很難處理的一隻角色 雖然說法蘭克如果是被對面先選走的話 我們這邊後續是有很多角色可以選來去做一個克制的動作 例如說可以出葛雷特啊 或是雪莉之類的 但是對我來說這太麻煩了 而且這個是單排聯賽 你跟隊友如果發生了一些失誤 就很容易被法蘭克這隻角色給開大強制進球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冒這些風險啦 所以在這場地圖上 不管是先選還是候選 我通常都會BAN掉法蘭克這隻角色 那對手的BAN呢 我自己是忘了 應該是BAN塔拉啦 因為這一場沒有任何一個人出塔拉喔 那BAN完角之後 對面是先選出了拜倫這隻角色 我們這邊後續是跟著補出了格里夫跟史圖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先釐清一下分路的這一個部分 在綠藝圖長這張地圖上 拜倫這隻角色一定是負責走中路的 那我隊友除了格里夫跟史圖 這兩隻角色在大部分的情況會是拿來打側路的 所以這時候場上的定位就出來了 我這邊是有兩隻負責打側路的角色 而對手目前是除了一隻負責打中路的 所以接下來對手是陸續選擇了艾咪跟沙迪出來 接下來就是輪到我選角了喔 如果這時候是各位要選的話呢 你們可以想一下 你們會選什麼角色去打這場的中路 會是貝額嗎 還是彈射 還是蜜蜂 或是一個被改很爛的吉恩 其實上面提到的這幾隻角色啊 要出誰都是可以的 但是重點還是在於說 你個人考量到的地方是什麼 你想要把對面當洞在打呢 還是補足隊友陣容缺乏的部分 以我這場來舉例來看啊 對面是出了拜倫 沙迪跟艾咪 他們這個組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角色可以破牆 所以我這邊如果出一隻可以利用牆壁去做限制的角色 就會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最後就是選擇出了芽芽 芽芽在這張圖啊 如果對面沒有任何一隻是可以破牆或是突進的角色 在我方不失誤的前提下 芽芽是超級噁心的喔 能力之心的部分 我是帶了種子大爆炸這個能力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說 這張圖的草叢這麼多 帶護盾的能力不會比較好嗎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的簡單喔 啊 對面這個組合呢 就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可以打到我 那我帶護盾的能力要幹嘛 我們玩遊戲呢 要充滿自信 反正我就是不可能被對手打到 所以這場的護盾對我來說有跟沒有是一樣的喔 補裝配件的話呢 就是選擇帶二配了 因為在足球上面啊 一配吃草回血效益並不高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個對戰的過程 先給各位講一下喔 因為這是上帝視角的關係 所以對手在草叢哪一個地方 你都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有時候你用觀戰去看呢 你會覺得自己的操作好像很蠢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啦 因為你都知道對手在哪裡了 跟你當下在打的畫面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先暫停一下 那為什麼要把這顆球往前踢呢 首先是可以看到我們的隊伍 三個人 三線都是贏的情況下呢 那我這邊是把球往前踢 把球往前踢的用意就是可以限制對方的走位 因為在對應選擇上面呢 你把球往前踢 其實對手壓力會很大 一方面是他不太能走到這一個區塊 因為他走到這個區塊呢 可能會被..可能會撿到球 然後被球去做一個限制的動作 就是你只要把球往前踢 你就會盡可能的去限制對方的走位 因為他們的線就會慢慢的被往後拉 那如果他們要去守這顆球 想要把這顆球給藏起來的話呢 他們人又會走到一個 很容易讓你被攻擊到的一個位置 所以有時候把球往前踢 是一個很關鍵的動作 好 你看到我們右邊的使徒是打贏的 然後對手你看 對手的艾咪 剛剛看到我球 欸 把他往前踢 他馬上走過來把球踢回來 這個就是 呃 在一般的足球上面 對局很容易碰到的一個狀況 對手知道你要幹嘛 他知道你想要進球 那他就是被迫要撿這顆球 去做一個防守的動作 這邊..呃 這邊其實有點尷尬 這邊可以暫停一下 可以看到我這邊是死掉了 那..其實這邊死掉呢 我當下是在想說 要不要..關牆壁 如果把這邊關起來的話呢 對..我可能就不會死了 不過.. 當時沙迪在這邊 沙迪從這邊..走到這邊的路線 那個反應時間太短了 如果我當時可以把這邊關起來的話 我是不會死的 因為當下我心想 使徒應該要站在這個位置 使徒如果可以站在這個位置 把沙迪持續的打退的話 我就可以站在這一邊 持續的去對對方的敗輪 或是沙迪 還有艾妮做一個POG的動作 不過很可惜這邊沒有配合好 所以..我就死掉了 那我們這個陣容呢 只要不要被沙迪打出一個大招 其實都還算是好打的 可以看到對方沙迪 恩..其實蠻痛苦的 因為畢竟手不夠長 那被限制的空間很多 你看沙迪等一下有大 在我們這個陣容 如果沙迪有大的話 我們會有點難處理 尤其是芽芽 芽芽很怕沙迪的大招 直接貼臉三角喔 他也是來這邊開打 不過他這個大招 有點類似被動型的防守 沒有什麼用 好這邊稍微往回拉一下 這邊有看到 我這裡是先開了一個大招 這個就是打配合了 你再看到對面全滅的情況 那..左邊格里夫是不可能自己進球的嘛 因為沙迪他開個配件 就可以把格里夫擋下來 所以這個格里夫一定會傳球 那他一定是傳給這邊 傳到這個位置 因為格里夫知道 我可以把大招收回來 那這邊使徒呢 他這邊是往前走 我們可以再往回拉一點點 大概到這個位置 這邊把對面收光 看到使徒往前走 他這個走用意就很明顯 代表說他想要開配件破牆 然後去進行一個進球的動作 所以這邊就三個人要打一個配合了 格里夫負責傳球 然後我把大招收回來 然後讓使徒去進球 可以看一下這邊做了什麼動作 格里夫傳球 我收回大招 然後使徒開配件直接破牆 然後進球 這個就是一個當三個人都知道 這顆球要怎麼進的時候 然後去做的一個配合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說 足球是一個最難的模式 就是因為他在很多moment 其實都是可以進球的 只是在當下隊友能不能去意識到進行一個配合的動作而已 那再來是第二輪的開局喔 這邊開局的話呢 首先你要先確定的一件事情 對方有沒有一些比較危險的大招 例如說莎迪這隻角色 如果莎迪呢他在第二輪被進球之後的開局 他是有大招的話 這邊會有點麻煩 因為他也有可能會依賴這個大招 跟對面進行一波前壓的動作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 莎迪他是沒有大的 因為他剛才的大招留給上一球了 所以這邊呢 我們是呈現一個優勢唄 並且格里夫是有大招的 雖然說艾咪 他在另一球場有大 進球的威脅性也是很高 但是現在場地太空了 所以他的威脅性 跟格里夫比起來 是輸很多的 而且我們這個角度 格里夫只要大招一個扇形出去 對方是要全退的 所以我跟使徒這邊 只要把莎迪這個前壓的角色給打回去 我們這把呢 就是 嗯 穩贏的 好 我這邊 把大招出來 這邊的一個嘗試進行一個踢球的動作 因為當下 你們可以看到視角 我並不確定敗倫他是不是走到左側 想要躲攻擊 或是走到右側 想要打使徒 這邊就賭一下 把大招收回來 往前踢 看有沒有人去守球門 好 這邊對面也是滅兩個人 通常這時候情況就是把球往前推 然後看一下最前面的那一位能不能進球 好 這邊使徒是一個大踢 對方艾咪失誤喔 他失誤了兩輪 所以這邊就直接被進球了 啊 這是第一局 第二局的開場呢 這邊也可以暫停的各位說一下 通常在神話以上的場次啦 我個人認為 呃 對手都不笨 那對手只要在第一局發現失利了 他們發現開局不好打 通常都會做一個換位的動作 像我們剛才實際看到沙迪呢 他是走右路 但是他打不贏嘛 然後艾咪走左路 他們發現打不贏之後呢 馬上會進行一個換位喔 那這是傳奇場 所以對手會換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 你看到沙迪這邊是直接走中路想要來點我 但點不太到 那我們這邊很可惜 使徒想要破牆打艾咪沒破好 然後被艾咪反殺 那這就很尷尬了 非常非常的尷尬 那這邊沙迪有點失誤 他想要開配件碎我 但是沒開到配件 好 不過我們這邊還是全滅了 因為綠營球場 他被卡在這個位置 左右兩邊是 不太好守的啦 那接下來是第二輪的開局 可以看到沙迪先丟了一個大招出來 通常沙迪丟大呢 你們這邊的陣容 就會整個被迫往回退 因為 你不太確定對方哪時候會往前嘛 這就是為什麼沙迪這麼煩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不確定對方哪時候會進來 然後你要一直被迫浪費自己的攻擊次數 去探對方到底在哪裡 這很麻煩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玩沙迪會去自殺的原因 就是因為沙迪的大招拿來逆轉啦 非常的好用 這邊格里夫跟使徒去做一個配合 開一個大招 把對方收光光 現在場上升一個敗輪 而且血量不多 那這樣子進球就是沒什麼問題了 這是第三球的開局 對方是完全沒有大招的 然後我是有大 所以我這邊是直接用我的大招把對方中路關掉 這邊只要關掉呢 對方就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左邊跟右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的攻擊就會變得非常好命中 而且對方有一路一定過不來 就等於說他們可以走過來的 就只有一路可以走 但是我們的左路格里夫打沙迪 恩他也是有點優勢的感覺 所以等於說我們又是三線往前壓 那這樣對方基本上是不用贏啦 不要不失誤的情況下啦 然後這邊 額 這邊蠻關鍵的 這邊我看到敗人的位置 他並不是站到一個可以守住球門的一個位置 並且他們的艾咪在旁邊 而且沙迪也站在那邊蠻遠的位置 所以我這邊看到有一點縫隙 我就想要像上一輪一樣 嘗試去把大招收回來 進行一個大踢的動作 反正 芽芽的大招沒有的話 那個影響性是稍微小一點點的 比較不虧啦 所以這邊嘗試去進行一顆踢球 反正這邊也是踢到 然後對手也比了一個倒彈 OK 所以這把很順利的就拿下 其實可以看到打的還算蠻輕鬆的 最後還是組合的問題啦 只要隊友是正常的 開場不要白給了 就可以慢慢的把優勢給打出來 那接下來來看一樣 是在綠運球場上面 我選芽芽 但是是另外一種打法的狀況 那這一場呢 來看一下雙方的選角 對方是選了艾咪 貝爾還有彈射 那我方呢 是選出了吉恩 史派克 還有芽芽 那我一樣是P3 那會選芽芽的用意一樣 就是因為對手完全沒有一隻角色可以破搶 而且很像他們有彈射 所以我出芽芽 一直蓋牆壁 隊員等於說少一路來打我們 我們會非常的輕鬆 那這一場跟上一場比較不同的是 可以看到我的芽芽是走側路 那為什麼走側路呢 就是因為我隊友是吉恩 吉恩在綠運球場上面是一隻中路角 一定是中路 不可能打側路 那為什麼他是中路呢 是因為吉恩攻擊特性的關係 吉恩算是一隻很好探草叢的角色 他在中路的話可以幫隊友去打右路 甚至他自己去打左路 也是OK的 那芽芽這隻角色呢 他如果被分配到側路的話 那個威脅性還是很夠的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只要慢慢的打攻擊的節奏 稍微放慢一點 其實對方只要走過來 我是一定可以打到他的 那這邊 前面可以稍微暫停一下 我們這裡是三路全部打贏 可以看到對手三隻全部死掉 但是 很尷尬一點是 我們的吉恩站在的位置 是草叢的正中心 照理來說 你看到對面全死 那你在最前面 你就要單起負責進球的這個責任 但是我們的吉恩站在一個 欸 很尷尬的一個位置 你這邊是要我傳左邊呢 還是傳右邊 那你到底要我傳哪裡 所以我當下看到我們的吉恩站在這邊 我第一個心想是 欸 對面是有角色還沒死掉嗎 他怎麼會站在這裡 所以我這邊就有點尷尬 球也不太敢傳 那我這邊就稍微傳了一個 偏左邊一點的位置 想要讓我們的吉恩走左路去進球 那這個陷阱是一開始貝爾放的 我並沒有看到 那是因為是上帝視角 所以看得出來 貝爾的陷阱在這邊 那你看到我們的吉恩 他很尷尬 他這邊 如果對面已經提早復活的話 這顆球是不會進的 雖然最後還是進的 不過 我這個人在足球上面 是有點吹毛求疵啦 我會希望我的隊友 細節可以打得再更好一點 因為這些細節呢 在一些比較關鍵的場合 我都認為是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那後續關於這場的回放呢 在這部影片我是不太想要繼續講啦 因為這部影片的時長 我覺得應該已經夠長了 而且我前面一直在講話喔 那個字幕我應該會上到啼笑 不過這場的回放 要談的東西其實也滿多的 如果之後還有人有興趣的話 這一盤也是可以拿來講的 那這一把的排位區間 大概是落在神話1左右 欸 這邊 我們看到我們吉恩只有神話1喔 然後 隊友是神2 所以這一把大概落在神1左右啦 就是整體的檔次 隊友的檔次 並沒有像前面一把來得這麼的高 就稍微有點可惜 所以其實從剛剛吉恩的那個操作 就可以看得出來 神話3還有傳奇跟神話1之間的玩家 是有一定本質上的區別的 雖然不太能說 神話3或是傳奇的玩家 就是一定比較強啦 因為畢竟還是有一部分的人 是運氣好 被送上來的 但這點呢 就不去討論了 因為畢竟遊戲嘛 運氣其實也是實力的一種 那這部影片要分享的東西 大概就到這邊 已經不知道幾百萬年 沒有做這種關於壞亂鬥 我自己打法上面的觀念分享了 所以以後如果在論壇上面 我再看到有人說我的影片沒質量 我真的他媽的會一拳給他 好 這邊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就 下次再見 掰掰